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們今天就躲在家裡 因為今天是端午節 我們是假期 不如我們就去遠一點的地方 去平洲 有什麼看的 我們去平洲的話 其實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坐我背後這些道輪去的 這些道輪呢 快船的話大概就坐30分鐘 如果是普通船的話 就是坐40分鐘 大家要留意的是 快船只比慢船快10分鐘 但價錢就貴一倍 那你自己想想看不看 我們搭了40分鐘的道輪之後 就會到了平洲 平洲來說 現在呢 不是很大的地方 那呢 這裡就是碼頭 我們再看那邊呢 就是余景灣 那這艘船 那這艘船呢 現在就是由平洲碼頭去平淨灣的了 那我們走一走 收一個景點 究竟聽一下 你的平洲有什麼 就是要吃東西的 吃吧 好啦 我們一來到平洲 出了碼頭 第一個景點 你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就是平洲消防局啦 那呢 除了平洲消防局之外 它旁邊呢 就有福村的 你看一下 很近而已 好啦我們現在走過去看看 究竟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呢 看到呢 就有一個 平洲的 特別版救護車 是特別西家的 是不是很可愛呢 這個 救護車 裏面就是特別版的消防車 我們呢 看到這些特別版的消防車 和這個特別版救護車 都比市區那些 是小很多的size 就是方便他們在香膠裏面運行的 好啦 那剛才我們都看到啦 在消防局旁邊呢 其實是一個屋圈的 那原來這個是一個居屋的屋圈 叫做平麗圈 那平麗圈來講呢 我們看一看 省眼呢 都好像有一定年紀了 那它的樓層不高 大約有五層左右 那這裡呢 環境就 非常之優美 嗯 住在這裡都不錯的 如果你是中環上班的話 那平洲呢 除了居屋之外 當然有些貴價一點的樓 就好像後面這個呢 櫻城灣 很漂亮 我這個真的是滅水 那這個滅水來看呢 那這個滅水來看呢 我想價錢相比對面那個 還便宜一點 但其實你看的風景呢 都不錯的 都差不多的 那 你自己選擇一下吧 當然余景灣那個 背後就會好一點 我覺得那些東西 真的 大年度我覺得 又不錯的 它比較靜一點 我覺得 過了雍城灣之外呢 我們也有了 第二個 就是 寶寶寶寶寶寶寶 我們呢 竟然都可以 找到神學院的中石 是否很神奇呢 常學院都找到 我們繼續走 那走過了一系列的豪宅之後呢 我們呢 就來到一些香膠氣色的景色 我們就在這個天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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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來做這個空道 你可以看到一個 一個 一個層面的 一個層面 一個空洞 平常是涼爽 還有在啤蔭的一個 好像樹林一樣 可以看到一個上路的地方 很舒服 很舒服 我們過了天然屏障 直走的地方 其實這個平利路 對面這個地方 就叫做大利 這個是一個比較熱門的 釣魚地方 我們過去可以看看 都要去找到 你去找到 這次會是 一個很厲害的 一條路 一條路 就像這樣 一條路 一條路 有石頭 你也看到很多人走上去 其實就可以拍到一些很美麗的風景 可以拍到對面的 像青馬橋 或者是五星塢那邊的景色 我們現在試試過去拍攝的景色 我們還未上過這個攝影之前 其實已經在這個位置 都可以拍到後面的風景 我們試一試看拍攝的景色 待會我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再爬上去 看看哪個角色的狀態會拍到什麼 好 兩三下手勢 其實就上了這塊石頭 因為這塊石頭很低難度 很容易就上到來 上到來又不適合學的感覺 因為駕駛高林下 駕駛高林下我們一起拍照出來 看美麗吧 好 看美麗吧 看美麗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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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等到所有人走了 我霸佔了這個最有利的位置 就剛好太陽遮住了 現在又很好風 所以在這個位置非常之舒服 好 我們沿途看到 也有很多當地居民 有些很有心思的一些布置 我們在上面就看到他們 成了一個很有特色的黑管 這樣的裝飾 在這裡 現在都可以上來玩的 不然我不是在這裡 好了 我們在大嶺旁邊 又發現了另外一個很有特色的景點 就是最有名的 平洲海中石 我玩的 有什麼特色呢 我不知道 它有一塊石 我就覺得它很有特色 拿出來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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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 觀景亭 我們到 我們到觀景亭 一兩 到觀景亭 其實我們 就要走一條斜路 走上去 這一條斜路 就 不太斜的 一般人都可以上到的 如果你有單車的話 如果你有單車的話 那我們去 這個觀景亭的途中 其實我們看一看對岸 就可以看到迪士尼 也同時可以看到青瓦橋 那個 所以這個風景 是有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香港的不同的風景 過了觀景亭之後 我們發現了一個 世外桃園的沙灘路 多開心 大家一起玩 可以用在水上的電動車 有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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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興奮 玩得到 過去看看 我們現在來到觀景台下面 這個沙灘 你看到很遠那裡 有一個點子 看一塊石 為什麼是一個景點呢 總之一塊石 就是一個景點 香港人也是這樣 上到這個所謂的觀景台 其實都挺漂亮的 你可以看一看後面的景色 可以看一看 可以看一看 剛才我所說的 那塊石的景點 就是這裡 你可以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好 大家上到這個山頂 一個陽頂 在我背後面 有一個平州的獨有景點 那大家猜一下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天線 這個天線 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其實是霜台的發射站 那是不是沒有呢 你昨天沒有見過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特有的景點 對 上到來這個平州居高臨下的觀景台 那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 九龍 新界 大嶼山 的景色都可以看到 巫顫 客人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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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穿過了重重的山徑 我們來到平州的另外一邊 一個山灘和一條村 我們看看 這裡再穿過去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來的碼頭 因為平州其實很小 只是一條多風里左右 我們很熱,不過今天我們繼續走過去 通常鄉郊的地方都會比較多的廟,平城 我們現在來到平州東灘這個地方 又有一個廟,就是龍虎廟 剛才我們看的那些廟就大很多 入鄉除了,我們也來買 這個廟是住了一個海灘 我猜很厲害,沒有出海的原文 他們的平安 在平州逛逛逛,明明全部都是很小的 有些小屋,小小的東西 突然有一個很大塊的東西 這塊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從他的字裡看到 原來這個就是平州戲院 那這個戲院來講 不知道有沒有運作 看這個款應該沒有再運作 但是都可以想到 其實就是平州 雖然它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但是它也有很齊備的設施 戲院也有 剛才我們看到也有些學校和幼稚園在裡面 但是隨著人口的發展來說 大部分的設施其實已經荒廢了 有一點點紅色 我們走了平州一個圈 一個圈 我們回來 這裡就是平州街市 平州街市也是在杜輪碼頭的旁邊 即是說我們已經走 還要追平州一個圈 你說是不是很快呢? 那 走完之後 沒有的 搭船出去 我們今天的旅程又完結了 拜拜 好了,上到這個山頂的涼亭 其實我背後有一個 南丫島獨有的景點 哎呀,這樣真的嗎? 如果你們喜歡我拍的影片的話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多謝你,拜拜! 再找到這個山頂的影片 我們先開始看